小假斯丁惨遭网友恶搞 加拿大金童歌手小假斯丁 是个货真价实的网路明星 他能够爆红要多亏他的妈妈 把他早年的影片 播到YouTube上 小假斯丁在YouTube上 名气越来越大 不久他就被星探发掘 签下唱片合约 一股小假斯丁热 开始风靡世界各地的 年轻女孩子 但小假斯丁同时也变成 宅男最爱恶搞的对象 今年六月 网路上流传一个谣言 说小假斯丁出了车祸死亡 粉丝们伤心欲绝 他赶快现身澄清谣言 一个叫做4chan的恶搞网站 成员联合串联恶整假斯丁 把小假斯丁得没毒的自串 变成Google上最热门的搜寻 又有另外一个谣言 说有本男性杂志 要小假斯丁的妈妈 五万美元拍艳照 害她又得去灭火 有反假斯丁的骇客 竟然把她的MV连结 接到色情网站 小假斯丁问粉丝 想她下一站到哪里演唱的 网络问卷也被灌票 竟有五十万人叫她去北韩演唱 虽然小假斯丁五次被恶搞 她还是个很有自信的年轻男孩 最近竟然还向乔纳斯兄弟三人组呛吓 说她一人可以打垮他们三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